网友截图到郭生在板桥地方法院的现实动态 照片显示他戴着口罩 反手笔热 似乎对于自己的行为和即将面对的刑法毫不在意 同时 相关的网络讨论也揭露了他与朋友的社交媒体动态 显示出对此事件的轻率态度 教唆行凶的女学生在事件后仍在社群平台上发文 没有任何悔意的迹象 12月25日 新北市某高中附设国中部发生一起令人骇然的校园暴力事件 一名国三男学生因口诀纠纷 遭到郭姓同学持弹簧刀割警行凶 严重受伤后送医不治 事件发生后 警方依杀人未遂罪将郭姓同学移送少年法庭 法官裁定其收容少年关护所 根据警方调查 事件起因于一名女学生应在学校受到排挤 请求郭姓前哥哥出面为他出气 在走廊发生的激烈口角冲突中 郭姓同学掏出随身携带的弹簧刀行凶 造成受害学生胸部和颈部遭到多次刺伤 尽管经过医疗团队全力抢救 受害学生最终因伤势过重而宣告死亡 检方和法医于27日进行相验 确认阳性受害学生身上共有十刀刺伤 其中任何一刀都可能导致致命伤害 新北的检署表示将根据相验结果和现场证据 考虑将此案侦办为杀人罪或伤害致死罪 此案在社会上引起广泛讨论 但行凶的郭姓学生在网上的态度却显得轻挑 网友截图到郭生在板桥地方法院的现实动态 照片显示他戴着口罩 反手鼻热 似乎对于自己的行为和即将面对的刑罚毫不在意 同时相关的网络讨论也揭露了他与朋友的社交媒体动态 显示出对此事件的轻率态度 教唆行凶的女学生在事件后仍在社群平台上发文 没有任何悔意的迹象 她在朋友的现实动态中发布合照 似乎无法理解自己的行为对于事件的影响 其他朋友则在社交媒体上发表支持郭生的言论 显示了他们对事件的认知偏差 报导指出 郭姓学生的朋友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些令人担忧的内容 其中包括分装一次非法药品和吸食一次含有违禁成分的烟草 对此 当地警方表示目前尚未对郭南进行非法药品检测 该案件的进一步调查仍在进行中 15岁的郭南在此次悲剧之前 就已有多次因伤害等案被少年法庭审理的记录 他于今年5月才离开少年关护所 回到校园后即成为问题学生 据同学描述 郭南平时行为嚣张 甚至偷偷携带刀蟹进入校园 使同学感到恐惧 这次事件中 他因为替人出头而涉嫌持刀刺死同学 导致悲剧的发生 此案件的发生引起了社会对于校园安全 青少年心理健康及法律制度的关注 许多人对于校园暴力的预防和处理提出了质疑 呼吁政府和学校应采取更积极的措施 以避免类似悲剧的再次发生 同时 社会各界对于涉案学生和家长的责任 以及如何在法律框架内有效应对此类事件 也展开了广泛的讨论 随着社会对此案的持续关注 许多人都在等待进一步的调查结果 希望能够从中吸取教训 并在未来避免类似的悲剧发生 甚至事件中的年轻人在机场面对镜头时 表现得毫无回忆 其中一名短发女子对住镜头 比YA还要记者拍得好看一点 似乎不觉得自己和朋友做出 近日澎湖与其暴力事件令当地民众愤怒不已 一名洪信男子在路口欲网信 将信等六名扼撒发生行车纠纷 惨遭对方拖下车恶意攻击并砸车 消息传出后 澎湖民众包围警局 要求六名扼撒出来面对 事件发生在4月26日中午 洪信驾驶一案喇叭而惹怒几名观光客 被强行拉下车攻击 六名扼撒不仅砸车泄愤 环池西瓜皮安全帽攻击红蓝 警方事后将涉案六名嫌犯逮捕 并依多项罪嫌移送澎湖地检署 此次事件与几年前观光客攻击当地居民的案件相似 让澎湖民众再次愤怒 愤怒的市民在网路上号召 吃铁棍包围警局 马公分局长亲自出面劝退 强调将依法重研究办 澎湖民众对这群年轻人的愤怒程度可见一般 除了包围他们所住的民宿外 顺制在澎湖机场寻找他们的行踪 试图阻止他们搭击 在搭击前 这群年轻人特别请求警方协助 让他们能在愤怒群众的包围下回民宿收拾行李 然而 检察官在对案件进行审问后 裁定动手的三名嫌犯交保6万元 4月27日上午8点点40分左右 六名恶煞被网友拍到 在警方护送下抵达澎湖机场 并在免税店内逛购 照片曝光后 再次引发澎湖民众愤怒 民众纷纷表示 手环拿免税商品 被害者还在愿怀 他轻易交保离开了吧 人到机场了 可以散会了 澎湖人真被吃够够 就这样 澎湖警察 警察保护坏人的 观光客打人的特权 许多网友也在相关新闻留言痛批 闯拉打完人爽被护送 爽逛免税店 台湾就是犯罪者的天堂 就是爽 打人的都不怕触罚了 还警告良民别触罚 这年头打人的都敢比鸭了 一落地 本岛侯样就出来了 又准加酒形象也 怎么可以这么刚好 乃至上面刺青的 事能多正常 看来眼神稀不少吧 也有人痛批台湾政治及司法表示 那些8加9八成 桃利班时钟粉丝 同个样 8加9都过得很滋润啊 反正出事还有司法保护 鬼岛司法永远不会让你失望 毕竟是黑道治国 司法只是摆设 法律保护加害人这种事 不是第一次知道了 澎湖暴力事件引起当地名分 事主6名年轻人在4月27日 依照警方护送下搭机回台北 甚至事件中的年轻人 在机场面对镜头时 表现得毫无回忆 其中一名短发女子对住镜头 比YA还要记者拍得好看一点 这乎不觉得自己和朋友做出了什么 当被问及为何在澎湖动手攻击人时 他们表示是对方先逼车的 我们被他 他前面先逼我们车又撞我们 澳门还好好跟他讲吗对不对 要讲前面撞那么无辜干嘛 以上皆为原话 对于他们的辩解澎湖民众并不买账 他们无言以对 澎湖地检署发出新闻稿解释 没有对这些年轻人采取积押措施 选择交保是因为他们没有逃亡 灭胜之语 并对案情做出明确交代 此外由于有清晰的动手影像 因此认为没有积押的必要 然而警方能呼吁民众不要纠纵声讨 因为动手和辱骂都可能触犯法律 甚至只会让冲突持续升级 澎湖民众要求警方和政府严惩打人扼杀 保障当地居民的安全与尊严 不少市民表示 应该对于有暴力倾向的观光客 加强管理和教育 以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在民众的强烈要求下 相关部门表示将对此事进行彻底调查 并对有关人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澎湖警方也表示 将对涉案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绝不手软 此外警方呼吁当地居民保持冷静 相信司法将会还给他们一个公道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